詳細地公開和大家討論 不過我可以告訴大家 第一 當事人已經分別向了香港警方 和內地的公安單位報警了 這件事情其實是涉及了兩個個案 一個個案是在香港的地方犯法 受香港的法律去管制 所以香港警方是處理 亦都拘捕了涉案的人士 另外一件案件就在內地口岸區發生 是屬於內地法律去管理 所以是由內地的執法部門去處理 在這件事件發生之後 其實香港警方和內地有關單位 已經是溝通過的 亦都告訴他們有關案件的發生 但是大家都知道任何執法部門 如果他要採取任何的法律措施 都必須要當事人向他提出一些資料 甚至他的口供 所以在程序方面 香港警方是建議當事人 向內地的執法單位報案 這個是應該這樣做的 而在我們的協助機制裏面都講清楚 如果內地的執法部門 當他們調查這件案件 需要向香港警方求助的話 香港警方是會根據這個協助機制 在香港的法律框架之下 提供協助的 而香港警方亦都可以 以同樣的機制 向對方提出協助 但我也都理解 在這件案件裏面 因為案情是相對簡單的 是涉及一件非禮的投訴 而最主要就是 當事人的口供 以及涉案人的口供 而在搜證方面 也都未必是要 在這個階段 在這個階段 未必需要涉及內地去幫助 所謂協助機制 是令到我們在調查任何案件 都是富裕一個好的基礎 但是不是需要這個機制 經過這個機制的求助 就按實際的案情去處理 如果內地的機關 需要香港警方協助 就會通過我們的機制 另外我們都有一個 叫做溝通的機制 這個溝通的機制 就是有關的執法部門 或者其他涉及口岸的部門 他們是跟他們的對口 是有溝通的 高鐵是開了 畢竟都是幾個月 在9月開通之後 我都明白 是不斷都會有些新事物的 一對兩檢都是一件新事物 所以在那個過程裏面 我們永遠都有優化的空間 我亦都叫了我的同事 開始是用我們這個溝通機制 去大家去商討一下一些 已經發生了的新事物 又或者可預見將來的新事物 大家討論一下 在做法或者在資料交流方面 看看有沒有更加做到盡善盡美 我就叫了我的同事 開展這方面的溝通工作 現在日報有沒有報導 就說中國政府應馬來西亞政府的要求 減控問題主任香港的經濟 香港政府可不可以認識這件事呢 還有其實如果真的有這樣的做法 你合不合作 香港政府會怎樣處理 每天都有不同的報導 所以我不評論報導的細節了 但肯定有一點告訴大家 在香港只有特區政府的執法部門 才有執法權的 所謂行使任何的法律措施 都只可以香港執法部門做 而香港的執法部門在做他們的工作 都是針對防止或者調查罪案 以及涉及公共安全的一些因素 才會採取他們法律上面所賦予的權力 多謝各位 謝謝